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愿圣灵引领我们 安静我们的心灵 来到亲近上帝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谦卑服侍 我们先听一听以乎所书 一章十五至二十三节 第十五节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 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就为你们不注地感谢上帝 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赵 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 有何等封城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 第二十三节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 所充满地 相信没人想得到 一个农夫卓恩 他能够做到什么作为 因为他不单是势力差 他其他方面也有不同的疾病 不过他在无数个痛苦 而难以入睡的晚上 他竭力为他所居住的 挪威小村庄里面 每一个家庭祈祷 在祷告之中 他会为每一个家庭的成员 逐个提名祈求 甚至包括那些 素美谋面的小朋友 至于这些村民 都很喜欢卓恩温和的性格 也会不时去找他 向他寻求明智的看法和建议 即使卓恩无法提供实际的帮助 但是村民离开卓恩家里的时候 都会因他的关怀而备受祝福 尽管在那个村庄里面 卓恩举目无亲 不过在他离世的时候 很多人就为他举办了 当地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葬礼 他的祷告 结出很多美好的过失 超越他的上像 欠秘的卓恩 效发圣经使徒保罗的榜样 保罗爱他所服侍的人 并且在自己被囚期间 为他们祷告 当保罗写信给伊法所的信徒时候 他应该被监禁在罗马 但是他祈求上帝 赐给这些信徒 要有智慧和启示的灵 并且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 保罗希望他们能够认识耶稣 并且透过圣灵的大能 活出爱和合日 故事主人庸卓恩 和使徒保罗都向上帝倾诉 他们借着祷告将他们所爱的人 所服侍的人 交托给上帝 愿我们能够以他们为榜样 想一想今天 要如何去关爱和服侍他人 各位朋友 你知道谁是温柔的讨告勇士吗 他如何反映出基督的心呢 以乎所书一章十六节 保罗这样说 为你们不注地感谢上帝 祷告的时候 常提到你们 亲爱的主耶稣啊 你服侍人 并以他们的需要为优先 请你帮助我 每一日都能够爱你 喜乐地服侍你 奉主名求 阿们 求圣灵帮助我们 好好活好今天 继续靠主前行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共鸣 邀请你可以转载 和其他人分享 又或者可以下载 灵命日良的手机应用程式 继续收听其他的属灵材料 甚至你都可以留言 和我们分享 彼此代讨 愿上帝慈福于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